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MAT 歡迎收看點玩吉野 今天帶給大家最新的一集 MAT影音日誌的回顧影片 2015年 我剛才少講了年份 不然大家會以為我是2014年還是2013年的回顧 沒錯 我這個頻道是蠻久的一段時間了 而且我很少回去就是看自己的作品 一方面是真的還蠻害羞的 一方面是我沒有那麼龐大的內容 但是我一直很想要做一個類似像是回顧類型的一個東西 因為到了年底一定要做這樣類型的影片 而且這個應該是2016年的第一部影片 而且現在呢正是元旦 2016年的1月1號 那或許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話 就是廉價第一天 這樣的話應該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因為我們只在乎放假 誰在乎升級 給大家一些木偶花絮 或者是一些解密 一些內容是蠻有趣的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你應該會覺得這個影片還蠻有意思的 可以看到我自己內心的一些想法 在製作這些影片的時候 那很明顯的我這個頻道呢 我這個畫面應該會乾掉很久 我第一次用桌面錄影 我這個頻道應該是 從頭到尾都是由我自己做的 由我自己來當像導演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我會來挑2015年的部分來講 所以咱們開始吧 2015年的第一部影片就是 Far Cry 4 喔 那個時候 鬍子還沒有刮 而且頭髮流得很長耶 然後那時候上一集跟下一集 就是擺在下面 這個地方我一直沒有很確定說 要擺在哪裡 就是上一集跟下一集 我很想一開始就放出來 讓大家明顯知道說 下一集在哪裡 跟上一集在哪裡 那 有時候我想說擺在後面好了 因為我怕太干擾各位的觀看品質 欸 Far Cry的貼圖的部分 我也是花了蠻多的時間 在修剪Photoshop之類的 在練習各種的技巧吧 我才就是 那時候有很多的 那種 看到其他的頻道 有很多的感想 所以我會想說 欸我自己 自己 也來 試試看 之類的 我那個時候開頭都是 每一集都要想要很特別的 因為難得就是 我決定要來錄臉部的實況 所以 我一定要就是 讓大家感覺到 動作是非常多的 會有不同的效果 因為平常如果只有聲音的話 像現在你們其實看不到我的表情 我或許是穿著內褲之類的 就直接在錄音了 然後這邊很好笑的說 影片有震動的情況 要不要修正 嗯 千萬是不要按這個鍵 你修正了以後 就會爛掉 然後 嗯 就兩個留言而已 有點 淒涼 嗯 好的 馬上卡掉 然後後來又到了 Bellefield Hardline的 測試版 OK 這是測試版 第一次體驗飛車追逐 我們來看一下 嗯 這 這個的 哇 我把我的 臉故意貼歪一邊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做的影片的特效 好棒 我笑了好久 YES 還好 那我現在 我那時候應該還是有在放很多特效吧 我猜 就放一些很白癡的特效 大家不知道是我做這些Bellefield Hardline的影片 是要花蠻多的時間的 我要 玩蠻久的時間 確定有幾個比較好笑的地方 我要放進去 而且相機呢 我為什麼那麼少錄 臉部實況的原因 是因為相機很容易沒電 那我不想要中途就突然沒電 就很非常的麻煩 那 15分鐘 破完 Far Cry 4 這個影片 相機有點往下照 不知道為什麼要照我的胸部 有點奇怪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在網路上看到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你可以在 15分鐘內破完Far Cry 4 你就只要坐在那邊不要動 你整個劇情就會 呃 結束 你只要說Stay there Don't move Pagamin跟你這樣講 真的不要move 就可以結束了 然後我自己 我記得我這邊中間就是自己一直講話 我可以一直講話 非常的 厲害 OK 所以這個遊戲基本上已經死了 所以 這遊戲已經沒有太好的名稱了 大概是在 大概一年 所以這遊戲大概也撐了一年 我很久沒有再回去玩 Battlefield Hardline了 因為真的在PS4上面 或許真的死了 但是當時我真的還蠻看好這個遊戲 哇 4000人訂閱 現在已經要8000了 喔對這邊要講一下 我的頻道現在應該是已經要 8000訂閱 非常的感謝大家 在這一年 已經完成 成長了兩倍 算是 以爆衝來講的話 是完全沒有的現象 沒有爆衝 但是如果以成長來講的話 是有的 是有翻倍的 所以還蠻高興的 喔青春痘非常多 呵 喔 喔 我記得我來做的 就是像是 觀眾如果在看我的影片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想法之類的 影片算是我第一次 嘗試這樣的 自認為的創新啊 冰雪奇緣 在剛開始的時候 很明顯可以看到的是 有兩個畫面 這在我輸出的時候出了一點問題 而且這個影片在 剪接的時候也發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在特效方面 我沒有 讓畫面看得很清楚 畫面反而是 看起來很模糊的 但是 這個影片還是有蠻 呃 高的點閱率 而且我還蠻喜歡這部影片的 真的蠻搞笑的 我自己有反覆 自戀的 看了很多次 但也真的蠻好笑 特別是 Do you wanna be a fucking snowman? 所以 在剪接的時候很開心 然後在 呃 呈現給大家的時候 當然也很開心 那在玩的時候也很開心 因為我解開了那把 呃 那把叫什麼 對 LB5A2 還是L8 應該是L85A2 但是我打成LB5A2 所以 這點還蠻有趣的 就是一堆的錯誤 造就了這個頻道 然後我那時候剪短髮了 現在已經很少 剪那麼短的短髮 然後 這邊一樣喔 出了很大的問題 我出現了很大的黑屏 這方面要檢討檢討 太好笑 然後很多人是 呃 很高興看到我回來 然後有人說 我覺得沒有50道的陰影 因為 只是一個 吸引大家點進來的一個噱頭而已 沒有什麼意思 然後再來呢 外科手術2013 這是一個免費的一個PC的遊戲 類型像是 搞笑的那種PC遊戲 因為很多人在叫我玩PC的遊戲 然後玩一些 類似像是 YouTube上面很紅的一些 讓你可以惡搞的遊戲 然後這邊剪輯也出了一點錯誤喔 原本不應該這樣閃閃的 發亮的感覺 這邊剪輯也出了一點問題 然後這個影片呢 獲得蠻高的一個訂閱率 如何氣走你的隊友 然後在YouTube上面 你只要放類型像是 教學影片類型的話 絕對可以吸引到蠻多的觀眾 這影片是我第一次嘗試 呃 用兩個畫面來做切換 有點在 學Level Cap的感覺 呃 可以看到無形 然後是我的朋友 然後還有Matt 這樣子畫面的切換是學Level Cap 然後 呃我自己嘗試上了蠻多的字幕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 一樣玩的時候很開心 因為 在整對方 對方完全不知道 然後剪輯的時候也是非常的開心 那個時候 呃獲得很高的一個回想 我覺得 蠻開心的 那個時候我 蠻嘗試做一些像是 呃圖片跑來跑去 一些亂七八糟的感覺 然後我一定要有 性感的女生的衣服 因為 不知道 我很變態 我在 因為我是男性 因為我想要的這種效果 就硬要做這樣的 效果 時常要女生穿的很少 在鏡頭裡面走來走去 四月的時候 我們到了老皮的工作室 那 這個影片是 非常有意思的 這開頭我也蠻喜歡的 就是 很惡搞的一些開頭 那 老皮呢 一直是我 呃 非常 引以為傲的一個目標 原因是因為 不是我很常看他的影片 原因是因為我認識他 所以 我可以跟大家炫耀一下 就是覺得很酷 因為我認識他 那時候是 在很久以前 在電玩之夜之前 這個頻道誕生之前 他就看到我的東西 還蠻喜歡的 那顯然他現在已經 沒有在看我的東西了 我猜他現在已經 非常的厲害了 大概是全台灣 少數前面的實況主 甚至應該是第一名的實況主 我猜 所以大家也還蠻 驚訝的 我竟然會 到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 其實私底下是 有稍微聯絡一下的 而且那個時候呢 老皮也跟我講了說 他去拍了 Rambo 6H 台灣版的廣告 那 那個時候就講了 所以很明顯的是 在 現在 Rambo 6H 才剛推出 現在才推出那個廣告 所以 我得知了一些 幕後的一些訊息 那 呃 老皮也跟我講一下 因為他未來說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啊 未來在 影片方面 在YouTube的影片方面 他怎麼成長之類的 那他目前都有慢慢在做到 這是蠻厲害的一個 一個事情 對 所以我非常的喜歡這一集 很搞笑 然後有 很強的一個劇本性在 有非常強的劇本性 我很清楚的知道說 畫面上面要配什麼 然後來配我要講什麼樣的東西 有點像是 新聞稿的感覺 然後我特別喜歡的是這一段 呵呵 呵呵 對我剛好呢就可以 剪到一個新聞畫面 我忘記我為什麼 我好像突然看到一個新聞畫面 然後剛好剪下來 所以 呃 這集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非常的好笑 我自己覺得 然後最後面就是 C4 還有 C4 呃 這一樣也是 蠻搞笑的一個梗吧 所以BH雖然 然後 後來我找到沙發了 那 這款遊戲雖然真的死亡 但是 我還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自己在那時候 亂玩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真的蠻有趣的 然後一樣 呃 也獲得還不錯的 迴響 然後電影法蘭克呢 也有在下面留言 我發現電影法蘭克 一直都有在下面留言 蠻有趣的 呃 這集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非常喜歡 古木奇兵 我們又回來了 我不知道我又在搞什麼花招 我想辦法 把古木奇兵又帶回來 好像之後又停了 我猜我看一下 對你看之後又停了 喔之後又停了一段時間 6月 所以那個時候是 5月 又又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好像也沒有真正的回來 所以 絕對不要相信Matt 當Matt說 什麼東西回來了 通常都要 然後隔大概兩個月後才會真的回來 Sassin Creed Syndicate 我故意把英文排在前面 希望能夠獲得比較高的點閱率 呃 心得點評 這很明顯是受超異方 跟 呃 法蘭克的影響 這些電影評論頻道的影響 所以 跑出了點評 這個字 現在應該也是用得蠻兇的 兩百多個喜歡 三十五個不喜歡 呃 兩萬多的點閱率 那這個影片呢 其實是 我沒有想到 呃 這句話還蠻好笑 對 你不能玩這遊戲 不是因為 你不能玩這款遊戲 不是因為年齡 而是因為你沒有錢 當初我有點怕這句話 因為我怕有點冒犯到 呃 真的沒有錢玩的 觀眾 呃 但是後來我想說 算了 然後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應該 應該要有美女了 我才要找一下 對應該 一定要有 我的影片一定要有美女 非常的 非常的特別 這是Matt的一個特色 這個影片的唯一的缺點 我覺得應該就是說 下面的中文字幕 是 不是我講的中文字幕 而是 本身影片的中文字幕 那我自己也蠻喜歡的是 呃 這些段落 這邊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是真的發生的事情 他們當初為什麼 Assassin's Creed Unity 沒有做那個 呃 女生的任務 是因為 女生要做雙倍的動畫 不太 一樣的動畫 所以很辛苦 應該不算是仇視女性 但是很辛苦 所以 我故意做了這個 搞笑的翻譯的版本 那這個地方也剪輯了蠻久的 那這個影片其實也花蠻多的時間 所以一樣也獲得蠻高的一個回想 超出我的預期 老實講 我完全不知道說 大家會這麼喜歡這個影片 然後很多人在說 這遊戲還沒推出 你就來做心得點評 後來也覺得 的確 有點乖乖的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只是為了要賺點閱率而已 我猜 沒有啦 其實我那個時候也是 很關注這款遊戲 也想要帶給大家 喔對 每一個系列都是之前 前所未見的 真的是 很賤的一件事情 所以因為我看了 大概每一個預告片 他們都一定都講這個 就是 Dubblubblubblub something you've ever seen before 之類的 後來呢 巫師3 狂烈 這也是一個 馬上就死掉的一個 一個系列 因為我自己本身 也沒有再繼續玩 這個類型的遊戲 所以出了兩集 我就沒有再玩下去了 非常容易斷尾 是我的 頻道的一個傳統 然後再來是 Beltfield Hardline的爆你之影片 第一個DLC加未來走向 呃 這個方面 一樣也沒有獲得太高的一個回想 那我本身也是花蠻多時間 在查資料 但是 顯然大家不在乎Hardline 打擱一下 看一下我的開頭怎麼做的 蠻期待的 喔 非常的慢 喔 開頭非常簡單 後來我的開頭其實越來越簡單 我之前還會在乎我的開頭 然後再來呢 喔 是不是應該可以講蠻久的 就是 湯姆克蘭西斯全境封鎖 那個時候 我很自以為是的 做了一個中文字幕的 版本 因為 Ubisoft翻得有點慢 他在官方網站 那個時候好像是過年的時候嗎 不是 就是 欸 六月多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翻那麼慢 員工休息 然後這邊有一個 末末畫序是 呃 這個字幕 我要蓋掉原本的英文字幕 因為我找不到原始沒有英文字幕的版本 所以我 大家可以看到是我的陰影打得超深 我的眼影 打得超深的 所以女生的妝不要畫得太濃 眼影畫得很深 因為我要遮掉英文字幕 我記得 所以 蠻搞笑的 那看起來效果是還蠻帥的 然後這邊也是我盡量是 呃 全程翻譯 那我之前會覺得說 應該蠻簡單的 後來翻起來 發現有些字 就真的 有些字真的很難翻 很模擬兩可 我又怕說翻得不好啊 之類的 但這個影片一樣 也是獲得 蠻高的一個迴響 再來呢 是一個 目前應該頻道 點閱率最高 我猜的一個影片就是 全境封鎖 你所不知道的事 這個是 呃我可以預期的 就是我花了很多的時間 呃我自己本身很喜歡這款遊戲 那我甚至到說 Ubisoft的 呃YouTube影片下面說 欸你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影片啊 之類的 所以 我覺得行銷的還不錯 所以真的蠻多人在看的 那 呃 這方面的話 我自己做的也是蠻開心的 而且我也真的 像之前講的 很期待這款遊戲 那這個剪接方面呢 對 這可惜應該是沒有中文字幕 因為真的懶得上字幕了 對 上字幕這個地方 真的要向超立方致敬 但是 你看完這個影片 幾乎就是可以了解 大概 呃今年一三展 有關於Division 這個遊戲的一些資訊 都是幫大家做了一個 我個人認為還不錯的一個大統整 然後配合之前的預告片啊 等等的 算是做得還不錯 我猜 而且或許現在還是會有不一樣的改變 因為這個遊戲大概到3月才會推出 所以 大家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越來越近 喔然後再來呢 呃 就在一個點閱率最高的影片之後 我就非常高興的換了一個 麥克風 喔 也有900多個人 通常影音日誌都不會有那麼多人看 但是還蠻開心 然後又是電影法蘭克 電影法蘭克到處在我的頻道留言 非常好的一個頻道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然後有電影之夜 喔對 那個時候是暑假吧 這是暑假第一部影片 對 喔 電影之夜 順便可以來講一下 這個頻道呢 我還沒有很確定他的方向 所以之後就有點爛掉了 之後就有點不太確定說 往哪個方向走 因為那個時候很受 超粒方跟電影法蘭克的鼓舞 就是很想要來做這種電影評論的頻道 但是後來發現 太沒有自己的特色了 跟他們太像了 就覺得有點要停掉的感覺 但是 一方面也是覺得說 沒辦法兼顧兩邊的頻道 所以那個暑假 我開了一個新頻道的同時 也讓一個新頻道休息了非常久的時間 所以 這是蠻搞笑的一點 跟大家講一下這樣的事情 然後 這也是一個里程碑 就是我上傳的第一個60fps的影片 然後 竟然是我買PS4買了一年多 以後才發現說 可以上傳比較好的品質的影片 那 真是一個非常白癡的現象 所以這應該可以解釋 為什麼之前發快的影片 會那麼髒髒的感覺 對 60fps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眼鏡非常的舒服 那 Tomb Raider呢 它同時是帶給大家 非常舒服的 60fps 但是同時呢 嗯 又非常煩的一點 是遇到了一個 大概算是 今年 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今年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 我的聲音跟畫面 會連接不起來 這是非常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我花了大概 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還請了Faker回來 沒錯 如果大家還記得它的話 然後它是一個 之前跟我一起錄影 非常好的默契的一個網友 然後現在 變成非常好的麻吉 老實講 所以它有技術上面的問題 幾乎我都是回去問它 然後它也非常願意幫我 然後 對 它現在目前過得很好 如果有人在乎的話 對 很多新觀眾現在就不知道Faker是誰了 所以 那時候遇到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然後 真的把自己快搞死了 甚至覺得說頻道可以先休息一陣子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之後就解決了 所以 Tomb Raider 古墓奇兵 非常好玩的一款遊戲 那時候錄得很快 但同時也帶給我很大的困擾 所以呢這個影片 基本上呢 就在講說 它很討厭大家只在乎說它賺多少錢 又不在乎說它真的喜歡做這份工作 但是它同時真的又賺很多很多的錢 所以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話題人物 在YouTube界上面 跟YouTube的遊戲界上面 尤其是 所以 嗯 一樣 喔這個地方很難翻譯 因為它的名字 的地方 所以我只能用KJ 因為它是 我記得是Kajalvis 它是瑞典文 之類的 所以 所以 我不太會翻譯 那個音就KJKJKJ 之類的 所以 啊有點難翻這個地方 但是 還是 蠻感謝 欸還是蠻多人在看的 所以 所以 如果你要來做YouTube影片的話 你應該注意什麼地方的 東西 那 基本上我的意見跟現在 跟那個時候應該是不會差太多的 對 所以 如果大家 對YouTube很好奇的話 可以看這個影片 實況主 原油會 這是一樣一個 另外一個非常大的 呃 事情在 暑假的時候 那個時候 真心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 很厲害的 實況主的感覺 我可以跟那些人 拉雷啊 我可以跟 呃那些人感覺 進入 對 這剪輯也是蠻有趣的 讓我感覺好像真的 進入了那種 被認可的一個感覺 進入會員的感覺 雖然我那時候 呃 不是VIP 我記得只是一般的 員工的工作證 我記得 然後那時候 呃 請我朋友幫我 照相啊 之類的 那 在那裡面我也遇到了 傑哥 所以這應該是另外一個影片 可以來講了 遇到了傑哥 那 喔對 還有小M 小M說竟然沒有來找我 因為 你在VIP區 我只是拼民區 我在平民窟區 我當然遇不到你 沒有 開玩笑 其實我可以進去 但是我沒有進去 因為大家真的都蠻忙的 那個時候 也是台灣第一次辦這種活動 在國外是蠻普遍的 因為 他們很知道說 怎麼去行銷自己 他們知道說 怎麼去跟 呃其他人合作啊 之類的 但是在台灣的話 比較就是個顧個的 所以需要廠商來 推銷 跟廣告商來推銷這樣的事情 當然是好事啊 因為 可以賺更多的錢 這是需要門票的耶 但是 呃我覺得 呃蠻有趣的 那裡面 我也認識到蠻多的 朋友 在這次的活動 然後 看後面的人真的很好笑 OK 那時候我也有上字幕 因為真的太吵了 我只是用一般的 相機在錄而已 Battlefield 5 明年即將到來 那這個影片的創作 靈感呢 是來自於 另外一個 呃國外的 類似下面的 新的嗎 這種大的電玩頻道 還有做類似像 戰地風雲5的推測的影片 那我看了也是蠻有感覺的 那 很明顯戰地風雲4 已經有點失望了 要給大家一點新的火血 新的泉水的感覺 所以 來丟了一個這樣的議題 你們希望 看到怎麼樣的 真地風雲5 那這個影片的 點閱率也是蠻高的 哇超乎我的預期耶 其實2015年 破萬點閱率的 影片還蠻多 傑哥 教我轉大人 這邊的標題 我想了蠻久的 我 不太確定說 要不要用轉大人 因為 怕有另外一種意思 怕這樣的標題會 有點太過於 性暗示 或者是太過於 那個 由於這個人 他拍了那個廣告影片 所以每個人都知道 傑哥是誰 如果你不知道 傑哥是誰的話 你可以上網查一下 你應該就知道他是誰 後來呢 又到了 戰地風雲強硬路線 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很明顯的是 因為那個時候 剛看完了 不可能任務 非常好看的一部電影 順帶一提 真的今年的電影都還不錯 不可能任務 剛看完了以後 非常難念這個字 不可能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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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難念 後來呢 我們又回來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 真的又回來了 呃 刺客教條 大革命第9集 我們真的真的回來了 所以這裡就是 一般的這種剪接方式 跟大家稍微 講一下這個遊戲啊 什麼之類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mine 歡迎收看電玩之夜 之類的就是 很一般 然後我開頭就放屁 我影片開頭就放屁 我影片開頭就放屁 對這邊 對啊大家可以 我滿喜歡就是 觀眾在下面 就是 講說我說過的話 就是在下面打說 MAT拿幾分幾秒很好笑啊 或者是 MAT幾分幾秒 說過什麼話 什麼之類的 然後說很喜歡我的遊戲 評論的風格啊 蠻 蠻高興 有人會喜歡這樣的風格的 真的 所以這個影片的留言 是我 算是今年蠻喜歡的一個留言區塊 還有拿破仁先生 可以準備見您了 這句話也是從 Fifty Shades of Grey 格雷德五十道陰影 這部電影裡面出來的 非常喜歡的 我猜 因為真的非常的好看 應該吧 後來呢 到了直到黎明 一款 現在目前也是斷尾狀態的 一款遊戲 那我自己玩的是 很開心 然後我的臉部實況 終於也是 又回歸了 隔了很久 從Far Cry 4到現在 我猜 而且畫面真的是 精緻度又非常好了 因為是60fps 那 同時呢 呃 真的好很多欸 大家可以看到 呃 直到黎明去跟 Far Cry 4比起來 呃 這個整個解析度 影片的那個品質真的好非常多 噢 那個時候因為 Nap Operation 夜晚行 烈夜行動 還是什麼的 夜晚的地圖的版本 所以 呃 本來就該來玩這個DLC 然後順便來 跟直到黎明來做 結合 對 然後還 我加了夜視鏡之類的東西 這集也是不錯 這集也是我蠻喜歡的 對 然後我會加很 重的音效 來嚇大家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是開門的地方 我記得 那個地方我也做了非常非常的久 但是 整體來講是蠻有意思的 刺客小小的大革命 就結束了在9月的時候 已經開學了 那個時候 現在這邊的影片 就有點零零七七了 因為已經開學了 就變得有點 一個禮拜只出了一部 暑假結束了 這個影片的貼圖 我覺得設計的是蠻酷的 有點藝術的感覺 你把 遊戲再吃掉的感覺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 像日本國旗 我不知道為什麼設計得像日本國旗 那 這個影片也沒有太多的剪接技巧可言 就是我一直在講話 而且講了12分鐘 那裡面稍微 提了一下 我認為說 網路世界對於 遊戲的這種廠商的一個壓迫 然後我們同時 會不會看到新遊戲會受粉絲的一個左右的感覺 因為很明顯很多憤怒的網友會在上面攻擊 真的在做遊戲的人 這是我很訝異的一點 所以 這是我一直很想做的那種討論系列 但是顯然鐵月率也是一般般 所以 我之後也沒有做太多類型的影片 9月份的一天一秒 然後這個影片呢 是受哈佛妹的影響 對 哈佛妹還有做一個一天一秒的影片 然後那個時候 我等於是向她致敬吧 向她說 喔我真的很喜歡你的影片 然後那個時候她有看到了 然後她也有 邀請我去跟她做另外一部的 電玩的影片 這是滿有意思的一個經驗 竟然就是我效法那個人做了一件事情 然後那個人就邀請我說 欸你可以來跟我去做影片 這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情 真是滿有趣的 所以哈佛妹 感謝你 希望下一次還可以跟你一起來錄遊戲 今年讓我最出乎意料好玩的一款遊戲 特別是 它的BETA是連線一堆問題 但是我還是很開心 我可以連續玩好幾個晚上 我想解開所有的裝備等等的 真的很奇怪 我竟然 我現在很激動 因為 我竟然 不覺得說 之前會覺得說這根本不好玩 但是後來發現超級好玩 那當然 融合了 全能住宅破壞王的一個開頭 這開頭也是我個人滿 喜歡的 爆炸以後馬上接到 全能住宅改造王 而且發現全能住宅改造王的畫面不太好找 因為一次都是一個小時在YouTube上面 我懶得下載那麼長的時間 所以 那時候這個影片也找滿久的 要找大概 十分鐘之類的影片 所以 也是滿花時間的 然後這個影片沒有太多的剪接 就是把我的 實際玩的狀況放上去 所以這是遊戲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我只要把實際的狀況放上去 就很緊張 就很刺激 然後 就不用太多的剪接 我覺得 我就可以一直看下去 而且是三十億分鐘 一萬多的點閱率 這是我滿意外的 竟然 我一個 類似像是紀錄片的感覺 放上去 還有這麼多人看 喔 然後來講一下這個開頭 這個影片開頭 是我在 大概今年 對 今年最近來開始放這樣的動畫開頭 是我一直很想要的 所以感謝電影法蘭克 有提到他 他可以還在下面留言吧 有嗎 有嗎 沒有 好 所以電影法蘭克感謝他幫我做這個動畫 然後 他是非常棒的一個頻道 他現在應該是在休息的狀態 因為他準備要考 大學了 沒錯 他年紀比我還小 這是一個 讓我意外的一點 大概 講了三十分鐘 減成十三分鐘的一集 花了很長的時間 在想辦法解釋這個模式之類的東西 那 這個模式到後來也變得非常的好玩 我應該再來錄更多的畫面 那這款遊戲 讓我對BETA有另外一種認識就是 真的很順暢 真的非常的順暢 想不到BETA可以 像正式版一樣這麼的順暢 那這款遊戲在正式版一樣 也是非常的好玩 真的 所以今年的遊戲呢 其實都沒有讓我失望 那雖然評比沒有非常的好 這款遊戲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說 啊 內容有點少啊 或者是本身如果不是一個 心理大戰的很大的粉絲的話 應該就不會那麼喜歡 這款遊戲了 但是我自己本身呢 是很喜歡的 第一集的點閱率也是不錯的 竟然還有三千多的點閱率 應該是因為 時間的關係 那時候剛推出的時候 我記得我就買了 然後來玩 現在還是持續 進行的狀況 雖然是非常的緩慢 那一樣也是非常令我意外 想不到會這麼的好玩 2015年 再次能強調就是 很多的遊戲 雖然跟之前的作品 感覺會有點像 但是 我覺得還是非常的好玩 不會像2014年一樣這麼慘 所以 算是蠻值得回顧的一點吧 我猜 那 Assassin's Creed Syndicate呢 我想嘗試的一些風格 這個圖片的風格就是有點 黑色的底 然後 古典文雅 維多利亞風格的字體 然後這邊還有是我的功課的部分 然後 在年底的地方 我還去面試了 關鍵評論網的公司的影片 面試 還沒辦法上 沒有上 滿可惜 但是 那時候做的類似像是 面試影片 後來 戰地風雲4 推了叢林的地圖 所以很明顯 叢林 叢林 我就想到了 藍波 藍波 就來了 這個影片我做的也是 非常的開心 這種亂搞的風格又恢復了 類似像是之前Far Cry那種剪接的風格 我有把它帶回來 很久沒有帶回來了 所以 2000多的點閱率 我還OK 那有人說這次很有趣 所以很久沒有這樣的風格 後來呢又到了 星際大戰戰場前線的正式版 史上最美的地圖 Andor 真的非常的漂亮 真的無話可說 後來呢 又到了 Battle of Jakku 這個 免費的DLC 10秒內 見面的陸科天行者 這也是我一個 類似 有點新的嘗試吧 突破之前的一些 規定的感覺 就是 我來做一些很爛的翻譯啊 然後 這邊 做了類似像 阿卡貝拉的剪接 放了一些中文字幕在上面 我個人覺得還蠻好看的 然後這邊一樣是有 呃 星際大戰的經典的字幕 往上移的這個部分 這邊我學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要怎麼做這樣的特效 然後後來呢 呃 這邊是因為這個影片 是我很幸運的 但是我在原本要錄 另外一集 星際大戰戰場前線的時候 我把陸科 不小心 用軌道攻擊殺掉 所以這個影片的靈感 是來自於這樣 後來這個 一些上次的特效 這個 字的顏色 我找了很久 因為我要確定 跟原版 跟星際大戰電影 是差不多的 所以這邊的字 我也是找了一段 的 時間 沒錯 然後 音樂是 約翰 呃 約翰這邊的原因是因為 呃 星際大戰第七集的配樂是 第一集 星際大戰第一集的配樂 就是約翰 John Williams 所以這邊故意放約翰 這是一個 小小的幕後花絮 如果大家是星際大戰的粉絲 應該就會 知道 等於是像是 向星際大戰這部電影 致敬的感覺 那之後呢 還會有更多更多的影片 來介紹星際大戰 然後 呃 喔對 還有一集星際大戰的 一個深度討論的影片 跟超立方 還有 迷妹看電影 呃 這個實況的影片呢 也上傳到超立方的頻道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有做一些 蠻細部的討論 當然有非常多的劇透在裡面 那我自己也考慮來做 呃 另外一集的 我自己認為的一些心得 跟我自己看到的一些 像 星際大戰首部曲 致敬的地方 等等的 蠻想跟大家討論這部電影的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呢 呃 所以今年的事情 大概影片的部分 就發生到 這邊 我跟大家 稍微講了 一下下 真的蠻久的 蠻久的 時間 一年來了 等於算是把一年 融合在這個影片裡面 那中間呢 呃 超立方跟電影法蘭克 也幫我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兩個電影的頻道也是 非常非常的好 那 Faker一樣也是 在我的心目中也是 非常的好 非常好的一個人 在技術上面幫我非常的多 哈佛妹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巧遇 非常有意思 那 那無形呢 他也是幫我來做 呃 那叫什麼 呃 如何整隊友的這個影片 那 紙片模型老皮 江小M跟蘇凱 也是我在 呃 那一次實況原遊會裡面 有更多認識的這些人 喔還有我去老皮家的時候 有特別更認識這些人 都有見到面 都有握過手 都有牽過名 對 沒錯 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大概就是 這個頻道在2015年 做的一些事情 喔對了 然後最近我也買了 紅彩六號 所以大家可以 再更期待紅彩六號的一些影片 我個人還是一樣 非常非常喜歡這款遊戲 在寒假的時候 應該會有更多的影片 帶給大家 所以 非常的感謝大家的支持 感謝大家 支持這個頻道 喜歡電玩之夜 這個很慫的名字 我個人認為是很慫的名字 所以 最後呢 來看一下 我的 PO文 喔 Shit 所以最後呢 電腦非常的慢 所以最後呢 就是來看一下 現在跨年的 這張圖片 來做結尾 這就是2016年的第一集 1月1號 我昨天跨年 所以今天 非常的累 來錄這個影片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歡迎你在下面來喜歡 你也可以選擇 來訂閱我的頻道 新畫面帶來到這邊 掰掰 新年快樂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